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我的灵魂量 早就有了他的类子 从今天起 你我兄弟 恩断义绝 你对向雨昕规影了吧 韩羲这种游泳涌的将材 楚军龙也绝不存他人心有 擦克的主人不是谁 他的科技 来源未来 陛下 炸掉那东海 你会知道 什么叫天地南北 人类的网民一旦开启 谁都没有前列叫他关闭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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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瑩老师 有请 著名的科幻作家 韩松老师 有请 有请 那 也就是 天意的 小说的作者 钱丽芳老师 方老师 大家能不能稍微掌声热烈一点 相若你很晚了很辛苦 谢谢 天意的总制宪人 和编剧梁振华老师有请 以及天意的编剧苏鹏老师有请 还有优酷星空工作室制片人吕茜奈有请 还有特别的存在 也是这次的主演之一 SNS48的成员 任一有请 请大家 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一下各位老师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场合 我们有请到了像科幻的学者 科幻作家 一个钱力光老师在科幻里面 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存在 曾经也是历史老师 那也是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话题的主角之一 就是原著作者 那孙真一就是可能大家在科幻活动中很难遇到这样的存在 今天也我看到有粉丝在底下留言说想不到韩松老师有一天会跟孙真一同框 很想来看一下这个活动 对 另外就是天意的制片人编剧以及播放天意的平台优酷 所以今天就是阵容非常的齐全了 今天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设计的方向也非常的广泛 也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天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讨论 对于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呢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关于科幻他到底究竟是什么 我能理解主办法为什么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谈起 因为其实对于科幻来说 很多人还是有很多的刻板印象的 对于科幻大家可能有都有自己的一些理解 那我们就邀请台上和台下的大家一起来讨论讨论 首先还是蛮想邀请台下的观众 有没有人很想聊一下科幻 你眼中的科幻你是怎么来看待的 有没有人想聊一下 有人去耍他对一位 后面有个男生 有话筒吗 没有话筒直接说好了 我个人是理解的 科幻就是科学家幻想 没关系你说就好了 不要纠结说就好了 我个人理解的就是 科幻就是科学家幻想 它一定是发生在科学感情之上的一些想象 就是在与人类在与人类最大的认知 可知像 好了好我听懂了 好谢谢你 科幻就是科学有幻想了是吧 还是旁边那个人正在告诉你想说什么 好没关系就就这些吧 我觉得完好的 还有人想聊一下你觉得科幻是什么吗 没有了 好我们怎么中了那个 那我们来邀请那个 我们听一下那个女主演怎么来看科幻 对科幻的看法 科幻主要是 我之前对科幻的印象可能就是像 阿凡达或者是同好玩家这种西方电影比较多 然后觉得看的时候觉得他们的电影质量也好 然后剧情也很吸引人 就我平时也比较喜欢看这样的科幻片 但是就是它为不同的作品有涉及到不同的领域 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学术语言是比较难懂的 但是我也比较喜欢研究 比较挺喜欢的 谢谢谢谢 可能大家对于那个科幻的看法比较多的 还是来自于西方的一些科幻 尤其是视觉化的表达上的这个方向上来说的话 大家可能意象当中 能够一开始举出来立即的一定是西方的大片 那我们今天想讨论的呢 也是说天意它有可能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尝试 所以呢想请从春天一开始这边 想请梁老师开始 几位都来谈一下你们眼中的科幻是什么 以及可以来介绍一下你们这次有改一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了 因为这个题材的确是比较特殊 我们这次把钱林康老师的科幻历史的承作 然后非常斗胆的我向第一次探索 那么就是在我们主创团队 也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 科幻是跟现实相对应的 那么就是在超越现实 用科学的表情去产生刚才那位同志所说过幻想 其实我们当中刚才看到了一个片段 这片段看到的都是历史当中那些人物 比方说欧豪所演所实验的韩信 刚才还有鱼姬像鱼青蛇王 然后这些耳术能详的人 其实在千万耳承评下 已经用了科学的原理 以及幻想的创作来对历史进行栽造 所以在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当中 就希望把科学的原理变成一种 我们重新去解释历史可能性的一种方式 可能带来的是更多我们对历史 包括今天的现实 一种重新去诠释的新型感 所以我认为科幻是一种讲故事的立场 我们这种立场是用科学的原理 用科学的想象去对既有的 我们认为惯有的事实的一种 全新的开拓和叙事的动作 谢谢老师 就是制片人的看法 我们来听一下编剧老师是怎么看的 就还是先说这个科幻是什么 就在我想象中脑子里面的科幻 其实我觉得科幻它其实就是想象力 就是去想象 是对现在生活的想象 然后对咱们未来生活的想象 对人类以后会是什么样子的想象 这是一种科幻 另外同样的 其实对我们以前 对我们的过去 对我们历史的想象 对未知的想象 我觉得这个是科幻的源头 和真正科幻的意义所在 那这个说到想象 其实刚才我们在底下还聊过 就是这回我们做的是天意 是一个东方的这种科幻 那它跟咱们传统意义上 一想到科幻就会想到 好莱坞的那些大电影 想到西方的这种科幻 它还是有不同的地方 就是咱们东方人 咱们中国人对于未知的想象 是跟西方我觉得还是不太一样的 在我们这里面 也是我对东西方 对于想象的理解的不同 我觉得当西方 它会当看到一个未知的时候 它会去想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未知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 能给我们的实际生活带来什么 能给我们的身体 能给我们的现实社会带来什么 所以它们会一步一步走向科学 其实某种程度 科学我觉得也是 对未来想象 对未知想象的一种探索 才成为了科学 那咱们东方的传统逻辑 当遇到了未知 当遇到了未知之后 它的想象 其实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 它就会觉得 这些未知的东西 会对我们的思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会对我们的精神 对我们的意识 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更多在咱们中国以前 在传统历史表达里 这些未知就变成了一种玄学 变成了一种精神层面的思考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我们这一次想去尝试的 东方科幻跟西方科幻 不一样的着力点 谢谢苏老师 我觉得苏老师这个想法很有意思 就是 其实科幻本身 还是以想象力来发端的 而且不管你是向未来看 还是向过去看 它都是很合理的 那么这一次 天意它到底能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尝试呢 其实我们也是特别的拭目以待的 因为 在这个小说当中 它已经给我们展现了一个非常震撼的世界 也特别想要看 一步一步看到说 它现在呈现在视觉呈现上 最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那这个时候也想问一下 皮台方 就是优酷上应该也是有很多科幻可以看到 可能各种各样的门类都有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优酷上现在现有能够看到客观的包括哪些 以及你们是用什么样的眼光来选择的 在剧集上说实话 我觉得天意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类型跟题材 是以往从来没有活的 我们在找对标剧的时候 其实挺困难的 一直找到一个特别相似的这样的一个剧集 所以电影都不说了 因为电影有很多 然后电影的话 当然我们印象中都是好莱坞大片 就是像阿凡达呀这样的 包括超级英雄 蜘蛛侠呀 钢铁侠这样的片子 我们之所以能选择天意 也是因为我们平台也会拥有一颗想创新的心 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题材的时候 对于我一个女性从业者来说 我还是挺惊讶的 因为确实就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可能以往的话 我们看到的科幻都是对于未来的想象 从来都没有一步是回到古代 可能在我们的想象当中 可能我们的认知当中吧 然后这种题材可能 我们有很多仙侠类的玄幻 魔幻 包括很多所谓的科幻 但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打引号 不是真正的科幻 我觉得这一步的话真的是把很多科学原理的东西 是用在了本个的故事当中的 而且它传导的是一个东方价值的东西 塑造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英雄 韩信 是非常然 非常然的一个故事 跟我们平台的一个大类的定位是相似的 就是我们有一个叫燃雪青春的一个大的定位 这是我们平台的对未来的聚集方向的一个选择 是符合的 对 其次就是我们当然对这本小说的IP 钱老师的原著情说是非常认可的 包括他在科幻界的地位 然后我们对整个制作团队 梁老师苏老师 整个的包括我们的演员主唱班底 都是非常认可的 这是我们选择聚集的一个综合考量 但是我相信就是跟其他的聚集比起来 我们对不去之所以能够得到我们的认可 跟我们可能未来在五月份会有一个特别 特别这个隆重的一个上限的宣传期 就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题材的认可 包括我们在 我们觉得我们在做一种尝试跟探索创新的东西 这个是很难得的 谢谢 听到比较频繁的一个词就是没有见过 找不到对标 其实这个是让我觉得特别兴奋的一件事情 在我们眼中就是科幻它一定是一个带给你一些新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 它一定不是让你去重复过去的东西 不管是在小说层面还是在视觉表的层面 不管它在用什么样的媒介去传递科幻的一些想法 总是希望能让大家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否则的话真的是很难称其为是科幻的 也非常感谢优酷有这样的魄力 愿意跟大家一起来做这样的尝试 然后也确实在优酷的现有体系当中找到了一个非常合理的方向 就是这个《燃血青春》那我觉得也非常希望现在的电影人 还有平台方也能够在自己现有的这个体系当中 能够找到跟科幻匹配的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谈作方向 那接下来就想请吴妍老师作为科幻的研究的学者 他认识前女方老师也蛮多年了 想听吴妍老师来讲一讲来给大家讲一讲什么是科幻 那老师们说话声音都大一点 后面观众有跑过来讲声音有点小 我是不敢讲什么是科幻 为什么 因为我是就教这门课 需要讲一个学期 对对对天天讲这个 但是刚才听苏鹏和他们那个讲 我是觉得就是说可不可以这么说 就在中国的文学作品里边 通常我们是以这个我们自身的历史定位的 是吧 我们为以我们人的人群关系定位 但科幻往往是一种宇宙的时空的那种尺度来定位 所以大家最近一些年觉得这个东西很新鲜 比如说三体大家觉得很新鲜 它就是这种定位下的作品 那其实我要说 金丽康的这个天意 其实也是这样一种定位下的一个作品 大家看了就知道 它不是简单的历史 所以刚才他们讲说这是一种新的科幻 是吧 是一种东方的 是一种独特的科幻 我就在这个意义上说 我也是非常期待 谢谢吴老师 其实吴老师写过很多书 然后也讲课讲了很久了 然后对于科幻来说呢 我们也经常跟吴老师有交流 对科幻这个词 它其实定义是非常多样化的 可能光学术上的定义就已经非常多了 更不要说在每个科幻迷信中 你会认为什么是科幻 什么不是科幻 甚至包括就是前立方老师 当时作品出来之后 因为确实也非常非常的新 大家也产生过这样的讨论 它这个作品属于科幻还是不属于科幻 那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讨论 就说明大家在心目中 也已经形成了科幻的一些想法 同时呢 前立方老师他的作品进行了突破 有这样新的东西出现 才值得大家去进行更深入的一个讨论 在科幻领域里面呢 大家的差异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大刘跟 就是刘慈欣 他跟前立方老师之间的差异就非常巨大 那刘慈欣跟韩松老师之间的差异也很巨大 韩松老师跟前立方老师之间的这个差异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可以看到科幻真的是一个非常包罗万象的一个门类 它不是一个小品类 那这个时候也想请韩老师也讲一讲自己对科幻的一个理解 就是那个科幻三体也是科幻 然后那个天翼他也是科幻 而都是非常标准的科幻 他就是这个科幻 他就是要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跟咱们这个相处的 深处的世界他不太一样 而且中间有很多科学的元素 像这个天翼里边有外星人 还有宇宙飞船 还有时空的传说 这些都包括在里边 科幻人也都在里边 然后当然前立方老师对科 天翼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不是一般的科幻 他比较高级的一个科幻 而且他的影响是超越了科幻界 他跟三体也不一样 但是当时很多人就觉得他跟三体有一个地方特别一样 他就是跟三体一样都是超出了科幻圈的影响 而且他同样是跟三体一样是销量都是非常大的 我看到天翼就非常激动 终于有今天这么一天 我特别想向陈迪峰表示这个组合画质内心 而且我觉得这个他们导演编剧 还有这个平台互拍的我们演员 真是选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题材 希望把他这个争取这个题材 把他拍得棒棒的 谢谢韩老师 刚刚韩老师也讲到就是天翼其实在科幻领域里面 确实是一个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了 所以这次能够看到天翼被改编出来 感觉到确实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作为科幻迷真的是格外的期待 所以这个时候请钱老师也聊一下自己对科幻的理解 这个问题我也很想问您很多年了 这次终于有机会当面来请教 钱老师对科幻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呢 不感到 其实我自己在自己的脑海里创作之前 没有任何对于科幻的一个固定的成见 当然不明思义而科幻就是科学有关的幻想 但是我觉得科这个字是用来修饰幻想 这个幻想是主角 实际上幻想小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了 从神魔小说到后来的武侠小说到今天的科幻想小说 都是幻想小说 都是人们穷极那个时代的知识结构 去幻想出一些离奇的事物 然后呢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 正好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幻想小说 阳科这个字的加持就格外有魅力 因为我们已经亲眼见证到 就是我们自己有生之年里 见到了好多曾经以为不可能实现的奇迹都实现了 所以在这个时代 在科幻他能够心往昌生 包括小说能够有幸被派成的电视剧 我觉得都是时代的赐予吧 自己我觉得蛮荣性的 也感谢各位主唱 谢谢钱老师 钱老师的《天忆》如果没记错的话 是04年出版的对吗 我自己都已经忘了 我先查了一下 好像是应该是04年出版的第一个版本 总之应该是比较早的一个时间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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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有一个印象 就是我应该是在大学期间读的这个小说 然后 当然确实是很震撼 因为 因为那个时候的科幻世界上发表的一些小说 跟您的小说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时候 说过有一个长篇很空出世 就是不容易 因为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写长篇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有了一个传说 就是说钱老师激励了三体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事实 大家可能觉得说这个听起来 特别诡异的一个传说 但其实它就是事实 就是当年钱老师出版了这个小说之后 销量特别的好 是吧无言老师 我记得是有十几万册的销量 十几万册的销量 当时对于科幻长篇来说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一个销量 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呢 让刘思青觉得 我写长篇也是有人看的 还有人买的 如果能达到三体 如果能达到这样一个销量 那好像也是不错的 那他当时应该也是实在构思 所以就决定说 我觉得好像可以是去写长篇的 所以于是很幸运大家还看到了后来的三体 不然你说当时我很难想象 那我们来讨论豁然历史的话 小老师写的这个 我不知道属于豁然历史的一种 豁然历史也是科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题材 那钱老师是不是属于豁然历史 也有待商榷 但是如果说当年钱老师没有出版这本小说 不仅当时是科幻名 没有办法阅读这本小说的损失 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三体这两个事 肯定会有 时间点不一定是在那个时间点 我相信每一个作家 他最终都会把自己最想要写的 最热忠于写的东西最终肯定会写出来 只是时间或长或短 那我觉得钱老师这个很打动我 而且刚刚钱老师讲说 就是一开始写的时候 对科幻是没有一个刻板常见的 而且我们知道当时钱老师是历史老师这样的身份 就是我也很好奇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触动了 你想写这样一部小说 就是你刚才讲说想要去表达一个东西 那这个想要去表达的到底是什么 是这样我自己从小比较喜欢看小说故事 然后各类小说里面也比较特别倾向我喜欢看悲剧故事 我总觉得悲剧比喜剧更能让人记住 然后西方有希腊那么多的悲剧英雄 为什么不能有东方的这种悲剧英雄呢 所以我就选择了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韩信 一个天然自带悲剧色彩的历史人物来进行创作 然后呢本身那个时代正好 我又同时也是一个科幻爱好者 偏偏就从来没有人想过 把一个古人写进科幻故事里 我觉得这个人物身上自带悲剧光环 而且还有一些无法解释的事件 完全可以用科幻这个方式来重新演绎 所以就有了这个小声 谢谢蔡老师 我觉得这个重新演绎 确实是当时确实令人特别的耳目一心 因为那个年代还蛮多 就是后来后来慢慢的我记得 应该是出大批量出现穿越小说的一个年代 应该是 但前老师这个小说完全不是那样的风格 但是看到第一个感觉就是刚刚韩老师说的 这个是一种高级感 这种高级感它是 我相信是来自于陈老师长期以来对历史的这样的一种思考 还有扎实的这种背景知识 它完全不是说一般的穿越小说的那种特点 咱们就是为了看个爽子 陈老师是带着这种历史的悲鸣 是来塑造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的 所以当年的天忆在 在确实至于科幻界的价值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觉得吴彦老师应该对那段时间印象非常的深刻 你给佐伯老师来谈一下 就是你认为天忆至于中国科幻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觉得刚才小鸡说的都是很对的 就是天忆是今天中国这一楼的科幻热的一个起点 大家知道在这之前中国是有过几次科幻热的 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1978年 叶永烈的小银铜漫游未来 当时是第一版上市就是卖了150万册 在两个星期里面卖了150万册 所以掀起了这个科幻热 那然后就是经过一系列的 中国的社会政治各方面的变革 科幻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基本上都不知道的 这么一种文学类型 很奇怪 比如说他们让我去到成都去讲点科幻 然后我在城里面讲问你们看过没有 这些学生大概有20%的学生说我们看过 然后说看的是什么呢 看我海底两万里 然后他们又带我再走一个小时到成都下面的一个县里面去 再找一个最好的学校说讲讲什么是科幻 然后我问我是你们看过吗 这回没有一个人说他们看过 为什么因为家长不准看 因为社会上都不准看 整个这个世界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从事科幻写作 像我韩兄我们都很早从科幻写作 一直觉得这个局面是不正常的 那直到前立方的天意出现以后 刚才讲的它既是这种广泛流行的科幻小说的一个十足 也是穿越小说的一个非常早期的尝试 如果大家仔细去看天意里面有后来的一系列 各种各样的流行小说的元素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很想开一个关于天意的一个学术讨论会 研究研究到底是为什么 所以结果我的隔壁这个振华把这个东西拿来要做电影 我们两个人这我透露我们俩人是隔壁 然后在北师大的时候我们俩人办公室中间就隔一个墙 还有一块玻璃我能看见你 但是我不知道他也在做这个 后来直到有一天他跟我说他选了这个 哎呀我穿大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也蛮想请那个梁老师来聊一下 是为什么选中了天意 先这两年确实科幻三体热起来之后 除了文本这边就比较热度比较高之外 影视圈对科幻确实是特别的青睐 然后呢影视圈现在对科幻呢也是有点谨慎跟保留的 大家也都在讨论说这个突破点到底是什么 我也跟一些学者做过一些讨论 可能有一些人也认为说 是不是我们采用现在中国工业中已经比较成熟的一些工业体系 去嫁接科幻的东西 再往从科幻的角度上再把它往前推一步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方向 不知道梁老师是不是从这个方向下来考虑的 其实在选择一个题材是所开发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原因很复杂 但是有时候原因又很简单 可能是出于某种神秘的知觉 因为这个项目是我们这边的沈浩波先生把摩铁台开发 那么沈浩波也是我北大的 或者北市大的同学吧 然后他有很多的IP很多的原著 我记得那次我们见面他拿来了至少有八个小说 然后就探讨我到底选哪个题材 我特别想学我问一下被你淘汰了另外七个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 有几个还很有名 有很流行的仙侠 魔幻 然后重情的历史上 我后来发现天忆这个名字 就是属我孤鲁宝的 因为吴远老师是我们的科幻 就是研究科幻的全国的朋友名字 都是我自己的科幻 一直关注点没有到哪 我就看到天忆我就问浩波 我就说天忆讲的是什么 他在那种诗人的语材 要介绍诗人的 我就说我现在心想于这个 他当时很正经 他这个是我现有 我觉得能够改编里面最不可 最不可 那是什么时候哪一年 两年前 两年前 应该是 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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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马上就看了这个小说 我对科幻虽然没有研究 但是我个人认为 刚才我帮我说一点 就是我自己对科幻 有几个评价的尺度 第一个 他绝不应该是历史和现实的 极限的搬运 就是如果是现实和历史可考可证的元素 在科幻的文学世界里面 他应该会得到全新的解释 第二个 他应该是对现有的文明秩序 对现有的宇宙观念 现有的生活逻辑 他是不满足的 他会超越什么 第三个 他一定要颠覆我们现有的三个人 这种颠覆 他会注入新鲜的元素 让我们发现 原来我们曾经以为正确的很多观念思想 他未必是能够提供了新的文明的篇选 那么这三点 我觉得对天意来说他完全成功 这是我觉得他作为科幻的时候 我当时是当时的配套 那么作为一个创作者 因为科幻的题材和开发我也写的 我觉得题材比较丰富 那为什么这一次别人就说 你突然一搞一个科幻 就是我跳台科幻的元素舞台 今天市场上面非常流行的题材有很多 今年又回归了现实主义和现实题材 但是在两年前可不是 两年前最流行的是盗墨 最流行的是各种魔幻和仙霞 那么我们作为创作者 就是这些流行的题材 当然有它的价值 但是我们应该去寻找一些陌生和心智的元素 然后让我们创作者找到一些创新的冲动 那么这个小说里面我在看的时候 我就发现钱老师真还不是异想的 这里有这个剧透啊 在历史上面有很多的悬满 这是钱老师写作的起点 比方说暗度陈仓 那陈仓道就怎么能够暗度 为什么 比方说韩信这么拥有 它的神力它的知识结构从哪来 比方说秦始皇到了快死的时候 都孜孜不倦去东海 要寻找长生不老的丹药 为什么 比方说张良历史上也卡通过 张良刺杀过秦始皇了 这个人们居然全身而退 这是为什么 比方说现在到网上去搜啊 就是相传秦始皇留下了一面镜子 这个镜子叫照星镜 你们以后在第一集就会看到照星镜被我们拍出来了 就秦始皇拿这个照星镜干什么 他就对一个朝城或者他就拿着照 然后他就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否被判了 他就拿这个来捧补到江山 这个别人说 这个历史考证真有这个境界 那当然是传说 后来发现这些全部在前立方的小说里面 全部成立 那么其实他是从历史的空白地带出发 他把这些故事全部找到一种科幻的国际 给他解释清楚 所以我和苏彤老师和倩娜 我们在讨论剧本的时候 就一直处于一种发现的新困难 我们居然把那么多的历史典故 用了一种新的逻辑在诠释 当然这个前段提供了很好的想象技术 那么想到这一点 我突然觉得原来还有这样一种讲述历史的方式 原来我们中国的都市也可以 去追问中国的文明的起源在哪 我忘了说一点 就是刚才我要说的一点 就是我们其实天一探讨的是 人类文明 尤其是华夏文明的起源 但后大家看到那个女西 这个飞船掉入地球 掉掉到海里去 这个是跟人类文明的起源和覆灭有直接关系的 所以这里看到这些英雄 其实跟你们大家看到的很多大的科幻大片里面 全是人类的覆灭和发源一样 有一个巨大视觉观在这 钱老师不可不畏打打 但是让我们觉得高明之处就是 他找到了资源起手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有他一定的科学技术 就这里面过时空折叠 包括去年发现的引力波 就这些时空折叠穿越引力波 然后这些元素啊 在小说里面 包括在我们成天当中 都进行了一些掌势 所以这几个原因 可能我和我的团队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决定开发它了 这些后面都是理性的思考 但是对创作者来说 我就是那一瞬间的直觉 觉得它太有意思了 但提供了一种今天 就刚才倩拉说的 我觉得不光是优酷找不到对标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影视市场里面 我们真的没有找不到类似 当然这个当然给我们带来了探索挑战 我们反正尽量的用我们的方法 去能够把这个小说中的影像画的成现 谢谢 不仅其实在影视当中 现在很难找到这样的对标 其实在文本当中 在中国科幻领域 钱老师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他真不是那种写穿越文的 真不是随便写的 这样一个就是很水的那样的小说 钱老师的这个背景确实是非常的扎实 也让大家看到说 其实也有蛮多人想把自己的手 伸到那些历史悬案当中 但确实不是能够很能够去驾驭这个话题 真正想要去驾驭好这个话题 必须是有一个强大的知识储备 并且我认为真的是需要一个历史老师 这样的强大的心灵 我觉得研究历史的人 他真的是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 去看人类的这样的一种变化 与此同时其实对于普通的读者跟观众来说 这些内容其实也是有很强的刺激性的 你听到这个话题总是会有好奇心 很想去看钱老师他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展现的方式 去重新诠释这样的一些内容 这个东西确实是小说的魅力所在 也想听那个韩松老师和吴远老师来聊一聊 就是你们认为天忆他的小说本身文本当中的那个魅力所在是什么 以及你们觉得这些东西他是给影视改编带来了灵感呢 还是有些东西其实是带来了一些难度 吴老师 吴老师先说完 我应该这么说就是说中国历史的这个科幻故事 应该说也不是说钱林芳的一个独创是吧 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也看过像黄烟这些 但是像钱林芳这么认真的去做这件事 然后像刚才郑华讲的就是把每一个历史事件 当成一个真实发生的事件去研究它 然后给它在关节点 把那些迷失的东西把它补充上去 我觉得这是非常少有的 这也是我们中国科幻作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 独特的一种风格 这和钱林芳自己这个人也很有关系 我也是跟他见面非常少 因为他在我们这个领域里面已经非常有影响力 但是我大概到现在为止见他的时间加起来不到三个小时 就是每次就是很短的时间 因为他一会儿他又要走 他今天早上来又要走 然后你问他在干什么 就是说他永远是在研究他的这个资料 他在做他的本职工作 同时在做这个 我说还有这么多活动需要你 他说我没有时间 他说我的时间就是要放在这个上面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说 应该说他给这个作品 电影作品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但是呢 终究这是一部小说 终究是文字写 而且那个时候还真的相对比较早 所以好多东西留的是空洞 这些空洞的 我觉得又成了电影工作者的一个 影视工作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点 所以就相辅相成 那韩老师呢 那韩老师呢 不知道他们这个 在这里有多少人看过一天 有多少人看过呢 可以几个手看看吗 然后我是看过的 嘿嘿嘿 好 谢谢 这个小说啊 我觉得首先是非常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的 他写的是这个 这个秦汉时期的一个公司 就是 比如说秦始皇到 汉朝到刘邦 韩信 还有向远 就是 然后这些人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段中国历史 他中间做到另外一个产食 就是 这个外星人到地球来 他这个降落的地方降落的不对 是吧 然后他要借助 他重新在哪一遍降落 他要在 刚好在这个中国大陆上 要找一帮人来 帮忙 最后就找到了这些人 然后有刘邦 这个 他们 然后韩信在中间 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这么一个机缘 我们的中国历史 成为到今天这个样子 现在马上就要公布中华文明探明工程的一个结果 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把它拍成电视剧 非常有利益 这个非常好看 这是一个 第二个这个 我也恰恰对这段 是特别感兴趣的 我大学 我是专门 我学英语的 当然我专门选来门课 《商周考古》 我就看得特别好 这个小说 这个钱老师他是历史专业的 整个小说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它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东西 但是 但是 独来就是好像就是发生了这么一回事情 人物也好 世间也好 真是 许许有实 这是一个 第三个 他这个 小说我觉得 他超越一般的科幻小说 他 他的这个思想性 给大家能解读的这种空间 非常大 里面讲到这个历史的由来 中华文明 我们今天这个 为什么会有今天这个 中国的存在 是另外一种原因 让它造成了 然后这个历史 你要不要改变它 是按照外星人这么一个设计来 发展这个历史 还是 但是 回到以前 复原到以前 这么一个历史 原来可能就存在一个中国 哪一段历史是真实的 很难说了 现在就 然后 我觉得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 我们就现在这么活着 活在这段历史中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我们 能选择谁呢 现在选择刘邦 刘邦已经是 我们所能选择的 这个 皇帝里面的 非常好的一个皇帝 就是珍惜这个 当下这个历史 不管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是 很有意思 我觉得 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解读 这个小说 非常非常棒 谢谢韩老师 我觉得可能就是 在座的科幻作家跟我一样 当年也是作为读者 一起读了这个小说 就是内心充满各种各样的期待的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一个篇花可以看 看一下第二个篇花 让我给大家逛个多 他是谁 他到底要干什么 主人 通过两千年的发展 人类的人口基数 已经足够庞大 可以开始计划 我们还是要找到一个角度 挑入定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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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你到底起来什么 我来自你们这个星星以外 人类都称呼我为师 神可以给你一切 也可以毁尿我们的所有 我们必须都是 妄想和我较量的愚蠢人类 没用 你们什么都不是 在这个星球上 不会有你们曾经存在的 好 谢谢 嗯 刚刚我们谈到很多这个小说当中的魅力 以及这个小说当年的这个历史地位 嗯 他其实对于影视改编来说 他一定是双刃剑的 那他一定会不会为他的改编提出很多重大的议题 所以很想听听苏默老师聊一下 嗯 在改编过程当中 你做过哪些具体的一些努力 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经验的 嗯 从最开始接触天翼这个小说啊 我第一感觉是这东西好看 因为你想改编一个 已经很成熟很有名的一个小说的时候 你首先要去了解它 然后我就先去看这本天翼的小说 然后我就会觉得它很好看 然后你就已经完全忽略了它是个科幻小说 就觉得它作为小说本身就很好看 但是这时候你就要去想 我怎么把它变成一个 将来要呈现出是一个 与科幻有关的一个一个剧呢 那第一直觉就想 那我要做成一个什么样子 去想剧的样子 那就一下就想到了这个好莱坞的超级英雄 想到钢铁侠 想到这个星球大战 想到那些 但是发现这个小说的视角完全不一样 它是从古代的视角 从我们过去的视角 去切入这个科幻的这些元素 切入科幻这个意义 跟以前所有的那些影视作品 我想象中想去对标的那些 完全不一样 那怎么去做它 那我就想到了 其实在这个钱老师这个小说里 他探讨了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从哪来的 我们的文明是从哪来的 我觉得这点其实 钱老师的野心或者说 他当时的视野 其实比咱们今天讨论 刚才讨论的都要大 他不单单只讨论了东方 讨论了中国的文明 他其实在讨论人类的文明是从哪来的 只不过恰巧那个切入点 是从华夏大陆开始 他整个的世界观的构思 是一个科学 是一个科幻的世界观的构思 是一个从外来文明 外星与文明 然后给人类 整个人类带来了科学的种子 是从这儿起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跟以前所有的科幻 都是从未来走 我们未来会怎么样 而这个我们讲的是 我们以前是什么样子 我们怎么来的 我们怎么有了现在的文明 而当有了之后 我们又会如何去选择 选择我们怎么走下去 是要继续按照 外星人的设计去走下去呢 还是要走我们自己的路 这个也是 刚才我说到那个 其实到了东方 更多对于未知 他不去探究那个具体的 一二三四五 他去探究精神层面上 他代表了我们什么 我们要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去怎么走 我觉得一下就找到了这个 就找到了整个做这部剧的活 找到了我要讲什么的这个活 我觉得有了这点 从这种未来的 变成了历史的想象力去出发 然后去建构 去探讨我们想要什么 然后我们怎么成为了现在这样 这个是我做天意时候 最大的一个发现点 谢谢苏老师 诶 想问一下苏老师 是科幻迷吗 以前看过其他的科幻小说吗 看过呀 还得两万里 一下进入吴远老师那个分类了 谢谢苏老师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确实以前接触到的 大多是西方的这种科幻 对 对于东方科幻 确实接触的比较少 对于中国的科幻小说 也接触的比较少 只是近些年 因为新的这股 这个科幻热 然后才会看到一些 咱们中国人写的科幻 就像我做这个剧之前 我是根本原来 不敢想象说 中国人可以把科幻写的这么好 那同样我们也 做这个剧的时候 也会特别坎特 觉得是不是 大家都会觉得 中国人不可能 把科幻剧拍的这么好 那 因为那个 就特别怕大家的是那种 苛刻的眼光 是那种不信任的眼光 去看待这个剧 因为我们一定是不能去追逐 那个西方的 好莱坞的那种硬科幻 那种大科幻剧的表现方式 因为我们的工业也好 我们整个行业 对于科幻的想象 认知 在线 是不一样的 跟他们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整个这次是一种 战战兢兢的去尝试的一个心态 来做这个戏 谢谢苏老师 我觉得这种尝试的状态 真的是特别能够理解的 现在不仅仅是说 前立方老师的这个小说 它本身是关于东方历史的一个小说 去把它跟科学科技结合起来 会是一种什么样的视觉表达的形态 现在科幻想要在中国拍出来 他都得进行一些尝试 也很难说 就是这种已经跟现有体系的 现有的这种 因为我们确实拍古装 已经非常熟练了 这个工业确实已经存在了 很难说这样的尝试是更容易 还是更简单 确实也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但我觉得特别想说的是 就是刚刚苏老师提到的这一点 就是天翼他其实驾驭了非常宏大的话题 他在驾驭宏大的话题 去思考人类从哪来往哪去 在历史上有哪些可能性 在这个问题上 他绝对是不亚于很多西方的 顶级的科幻小说跟科幻电影的 在这一点上 天翼绝对是走得很远 而且站得很高的 那另外一点呢 刚刚苏老师也谈到说 这个小说有个很大的好 很有意思的特点 就是好看 这种好看有意思啊 就是很多大家都有点担心说 科幻小说我是不是看不懂啊 然后科幻小说是不是有点复杂啊 那其实天翼最大的优点就是这个 就真的是好看 你可以一口气把它看完 看完了之后 我想补充一句啊 我觉得一切东西好看是个基础 就天翼是科幻小说 但它首先是作为小说好看 那我 我是想我们天翼这个剧也一样 它首先是个剧 我们这个剧好看 然后它中间有科幻的元素 科幻的世界观架构 那只要剧好看 我还是 对这个剧还是有信心 想听那个平台方聊一下 到底对这个剧多有信心 有哪些地方比较忐忑也可以告诉我们 因为毕竟是一个尝试嘛 我觉得今天就是主创的这个心态 还有这个姿态也摆得很稳 就是我们是用一个尝试的姿态来面对这样一件事情 首先我想表达一下就是我们非常有信心 因为我们主创已经看过很多次成天了 包括我们平台内也有很多次的关于这个沟通 我们各个部门反馈都非常好 然后包括我个人 我已经看了几十遍了 但是我真的每一次我都还能哭 就是我真的是看到就是结尾的时候 就就泪崩了 真的 就是就是 我也想稍微剧透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剧 可能一上来大家都觉得好像东方科幻 科幻古光 大家可能会对它有一定的这个剧离感 就是很多很多女性受众可能会觉得 我其实对科幻不是那么感兴趣 对吧 然后我对历史也不是那么感兴趣 但其实不是的 我们这个剧它肯定首先是基于一个 一个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一个故事 一个角度 其实还是从我们每个人的情感 会有共鸣的 我觉得里面的几对CP的情感故事 是非常好看的 这个这个是我觉得一定要强调一下的 就是就是特别怕我们的女性受众会 会先天的对这个题材有排斥 这其实就是你刚刚问我的 我有什么顾虑 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小小的顾虑 但是我觉得我作为一个比较 我特别女性化的关影的那种人 我都可以被感动成这样 我相信只要她愿意看 愿意接受这个故事 我觉得女性受众是会接受的 然后其次的小小的顾虑 好像也没有什么顾虑 真的没有什么顾虑 我想替女性受众说一句 就是其实我个人作为女性受众 我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就是我其实包括作者本人也是女性 就是我觉得女性 现在有很多女性受众 其实是对科幻对历史也是感兴趣的 我相信平台方对过去的女性受众的 这些数据一定是存在的 那这有一个幸存者偏差的问题 就是过去其实平台上能够收集到的数据 是女性看了很多情感戏啊这些 那么这些东西它不吸引我 所以你可能没有我这样的人的数据 但我这样的人其实也挺大有人在的 我可以跟你说比如说 因为我也是《鬼科网》的联创之一 我从08年开始就做科学传播的工作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在科学搜索会的网站和《鬼科网》上 男女比例是非常均衡的 尤其是在那个线下的活动当中 女性绝对是压倒性的数量 以及我现在在专心做科幻这个领域 我们能发现在我们这里能看到的女性受众 其实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是这两年我看到女性受众 甚至是比男性受众增长的速度 是要快很多的 所以我觉得去挖掘女性受众 对科幻的兴趣有可能 其实反而是一个非常大的爆发点 我觉得这里可能是存在着巨大的潜力 陈老师一直点头统一我 我特别特别高兴 就是你这个问题其实让我重新回答 就是我没有任何顾虑了 对 然后我也特别开心 就是我觉得像你这样的受众 然后像你这样的女性应该多站出来 然后发声 对我们一定要这么去说 我不要说女性受众一定是看婆媳剧 一定是看爱情戏 一定是看爱情戏 那些我真不爱看 我就想看科幻 我太喜欢你了 然后我就好有鼓动 但是这是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个片子到底是一个什么核心的 那个极端定位 这个是我们的浩波在沟通的时候 第一个要求 即便把所有科幻人数全部取出 都是让大家能够有代理感 能够为这个故事的情怀感情 能够揪心痛苦 然后产生向往的作品 我觉得这是一个影视剧 第一性的条件 这个条件有成立 我相信 能够因为科幻这两个字 去看作品的人 应该是想的 尤其 钱老师这本小说 现在通过 我们优谷平台的平台 一个超级网剧 像所有人在传播 我始终认为 这是一个传播 学上面 反馈的问题 就当你的传播路径 越大众化 越有形式 越有形象感的时候 也承载了科幻的理念 和情怀越来越大 越有形象感 如果我们 就特别振了八板的 跟大家去 普及科学 讲科幻理念 它反而会把人去 只能牵迷 所以这次 我们对这一点 都是要有形象 这个故事的扎实程度 可能很多人 不太喜欢科幻了 你首先会接受这个故事 和故事当中 充满了魅力的这些英雄 接手他们 就会发现他们身上 存在的 可能不是传统序物当中的 那些小情小爱 这里面没有佛学 没有那些廉价的爱情 即便这里面他刚才讲的CP 就是他们的感情 跟整个观念 跟他们承载的使命 是一切成功的 当然很虐 特别很虐 对 这是钱老师知道的 最后的结局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特别想说 因为以前对科幻文学 有一个评判 叫做软科幻和硬科幻 我觉得这个评判 好像不那么准确 我觉得 非常不准确 都过时的概念 我们现在都不用这个概念 不用了是吧 硬和软代表什么 那它是代表真和伟 现在我觉得 以前谈到软硬的时候 他一般跟你说 我想拍软科幻 主要是说 我们这个制作费用有限的意思 对 对 我现在理解他们说的 这个软硬是什么意思 主要是这个意思 对 它跟真伟没关系 所以 我是有一个新的概念 我觉得 软硬它是 不是一个有效的评价感觉 但是重和轻是 轻科幻和重和轻 应该是 那么我觉得三体是重和轻 那么我觉得 钱老师的天意 在某种意义上面 它是轻科幻 什么轻科幻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可能把科幻的元素 科幻的理念 科幻的承载的情怀和世界观 它融入了我们大家能够接受的 一种生活形态和逻辑 那么 其实我们在 把这里面所包含的科学理念 科幻理念 跟我们的历史和故事结合的时候 整体在制作世界上面 有几点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 第一点呢 就是 大的世界观 小说里面是不能够辩论的 我们非常重视的 就是在这个世界观的形态上面 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 钱老师其实在写小说的过程里面 那个吴言老师说了 小说呢 是 一种文字的描述 它经常一两句话 它可以涵盖很多的时光 但是对影像的话来说 它是个空间的一处 我们得 把小说里面 很多观念化的描述 把它变成所有的人物情节的东西 这个是我们在做学问博士上的作用 很可能牵上是一两句话 它就告诉我们 怎么陈仓暗 很暗渡 告诉我们 怎么混门念了 我们得想无数的戏 把这个故事给冤枉了 就是我们得把这些理念 把它变成 普通观众能够接受的视觉 听觉 以及它整个故事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是希望大家 不要 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科幻 大家别抱着一个 我们这个是跟星球大战 跟阿凡达去匹配 我们没有这个舍望 我们是希望 用科幻的元素 补充了我们历史讲述 和历史发现的角度 你看到了 原来我们历史 有可能在这样的情境当中发生 而且 我们 大家看到没有 刚才讲到一个叫 潜晓芳的人 潜老师在小说里面 主人公叫吉江 现在我们把 潜立方写进了 词词 他就叫 潜晓芳 强行植入做主 强行植入 这个就很胜 所以 希望大家放低 大家对科幻 那么高的期待 我们是用轻科幻的方式 但是这些轻科幻 这些科幻的质地 我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功夫 而且这里面尽量的 用一些情节和细节 在表达 现代人民的对话 我们是下了功夫的 吴老师他们看到片子 有很多的工夫 吴老师非常想补充一下 请吴老师 对 我也是补充几句 因为我觉得今天参加这个会 真的是学到很多东西 我过去很少有时间 跟他们这个电影 演示工作者见面 然后听他们讲 刚才一个是苏鹏讲 就是说所谓东方可幻 还有现在这个振华也提到 所谓清可幻 就所有这些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说 都是一些新的观念的冲击 因为过去刚才这个是一讲的 就是西方一直沿用软硬 它软硬最早的软硬的意思 就是说是学科是有分类的 是关于软科学的这些科幻 就是软科幻 什么软科学 就是社会学心理学 这些不是软科幻 什么是硬科幻 另外就是硬科学 物理化学 是吧 天文学这些硬科幻 但这个很显然在中国 它是不能 就是以知识为基础 来去评判一些作品 本身就是使这种科幻文学 变成了某种特别奇怪的东西 所以我跟郑华讲 我们在北师大的文学院的时候 就我们经常会被人讲 你看你们这个影视文学 你们这个科幻文学 你们这个就不文学或者怎么样 对吧 那就是说 但是他们刚才今天讲的 就是说一个是东方的问题 是吧 处理东方问题 一个是处理这个轻重的问题 我觉得就很有受获 其实我想了以后 我感觉吧 其实它背后是什么 就科幻是什么呢 科幻就是一种增量的这种文学艺术 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作品 或者你看这个片子 然后你获得了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识的增量 那你就是这个片子就是科幻 如果你看完了以后 你就是又高兴了一把 你是又爽了一下 是吧 那就没有增量 这就不是科幻 所以并没有那些大家想象到科幻一定是得宇宙飞船 纳米技术什么这些 都不是这样 我听他们讲这个我就觉得 而且我还感觉 就实际上这是一种中国的超级英雄的片子 是吧 就是说和好莱坞那套超级英雄 其实我们已经有了自己那套英雄体系 我们已经通过我们的历史 已经有了这套英雄 怎么能够使这套这帮英雄有新的传奇 是吧 这个就是所以这个作品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非常有价值 再我再补充一个 我对他那个叫赵新静吧 我真的觉得很好 真的我看了以后 哎呦我服了这个 那个我还要补充一点 就是说刚才那个吴老师说到了 就是东方英雄 其实最终 咱们是讲一个故事 无论是讲什么样的故事 最终是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最终 落点其实还是人 就是讲到韩信是东方英雄 然后这时候不得不说我们这里 其实那做今天我要说一下那个孙真妮 对我特别想请他一会儿聊聊 他为什么坐在这儿 咱们这个戏叫天忆 然后他的这个戏里的名字叫天忆 这个其实是一定有某种内在人气的 然后我们为什么请他坐在这儿 其实跟科幻是很有关系的 或者说你看很多有时候会女性的观众也好 或者一些更柔软一点的女性观众 他对科幻他会有一种陌生感和距离感 因为他觉得那个东西好像跟科学更靠近 跟科学更靠近 他就好像是更理性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真正讨论科幻也好 或者说去讨论未知的时候 除了理性之外还有感性 感性更多的是人性 其实很多时候咱们看 我去想象很多西方的科幻也好 或者你想象到外星人 外星人来了之后就是把人类拿走去当这个小白鼠 然后就给解剖了 然后这么去探讨这个外星生物跟现在生物之间的关系 那其实或者是他们的一种什么科技 被人类怎么运用 这都是一些理性的东西 那我们这里呢 就更走 又多走一步去做感性 其实我去设想去写这个东西的时候 去设想外星人到了一个新的星球 或者我们地球人到了一个新的星球之后 他感兴趣的 除了地貌之外 他一定感兴趣这个生物 这个生物他除了感兴趣这个原生物 它的物理结构之外 他更感兴趣的是它的精神 就人类是怎么去思考 然后人类所谓的很多无法用科学去解释的东西 最根上的是情感 人类的情感到底是什么样子 这个情感是怎么回事 是一些用科学解释不了的东西 我们这回试图在科幻里面去解释一下 明白了 谢谢苏老师 其实这个在科幻当中的探讨也挺多的 就是我们也认为科幻它就是 可能科幻界比较共识的一个科幻的解释 是说它是一种思想实验嘛 那么在这种思想实验当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人性在极端环境下的一种展现 我现在感觉苏老师可能略有剧透的告诉了我们 也就是这个外星人他幻化成了一个四国混血美少女 加入到人类的这个历史当中 所以可能我非常想听这个 也许它是外星人的一种精神上的小白鼠 也有可能 对好 那就是总之我们也很好奇 这个美少女她在当中到底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而且非常好奇说你在这个拍这个戏的过程当中 看到了哪些你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事 或者跟你当时进组之前能想象当中的科幻 有哪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能听你说一说 闪念我们都聊理论太多了 我想听听这个实践这一拍过程当中 对到底有哪些特别有趣的事情 说太多有点害怕会剧透 但是你知道有一些那个演员 比如说像小蜘蛛这种 他就是靠剧透出名的 每次剧组特别喜欢追杀他 因为他老出去乱说剧透 没事你也可以靠这个 以后他们就得紧盯着你 那首先天一这个角色 就是他是一个很神秘 然后他是代表着科幻文明 但是同时他又要打破科幻文明 然后他也是一个很虚弱 体弱多病的女孩子 但是他内心很坚强 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决策的关系 和导演也讨论了很多次 就是他的内心也好 动作也好 就很细腻 要拿捏他感觉有一点困难 然后还有的就是天一他跟天意 其实有很密切的联系 感觉要不要说 没关系 我觉得就是可能你在这个剧组当中 可能以前看的 因为你看了很多西方的科幻吧 对 但其实进了这个剧组之后 你可能看到发现 大家都是古装 有没有觉得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 让你印象很深刻 你可以说什么 最古装的 这可以剧头 我就是 让我们这里面一穿过海上服 对 对 刚刚就是片花里面看到有一个光头景深衣的 其实就是我 就是 我是一个很神秘的角色 然后就是跟这个剧情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 然后也是一次很特别的体验 我相信在别的剧里面就没有办法又穿古装 然后呢 又穿那种科幻服 肯定是不行的 那你这个角色 就是不是说这里面好多都是CP吗 你这个角色的那个CP 另外一个主要是谁呢 是 大春格 就是 李雨萱 对 张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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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良 对 对 是张良 然后我在里面和他是CP关系 嗯 刚开始 嗯 就是 是CP 对 主要害怕剧透 我在电剧老师的旁边盯着呢 她的这个角色的CP是汉初三杰其中的张良 张良这个人其实本身特别有意思 因为我们在一起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总得去查着那个历史吧 然后你就查汉初三杰 然后查到张良 你就会发现历史上 他是中国玄学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就很多他的天算 他在玄学领域是非常有名的 其实他代表那个时代的各种未知 然后各种不可思议的事他就给办了 但是他为什么能办成跟天一是有关的 嗯 越说越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我不知道那个 我特别想听一下就是前立方老师 就是因为这里面应该还蛮多改编的 而且当时这个小说写的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里面的一些画面的呈现 跟你当时脑海中的那个世界 嗯 有什么契合或者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 嗯 简单来说是这么说 就是 嗯 科幻尼特别喜欢问哪一个邪恶问题 就问原著作者 你觉得这个改编行吗 你喜欢吗 感觉好像很多坑一样 对 是很多坑 哎这个好像没声音换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第二段片画 嗯 说实在的 刚才各位老师没有在呢 觉得我这个小说怎么怎么好 其实写小说呢 有个窍门就是可以扬长臂端 有些地方我没有写出来 是因为比例达不到 打个比方 在这个小说原著里面 嗯 幕后黑手 我给他成名叫龙熙 也就是福熙吧 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正面描写过 其实我尝试过几次 关于火山岛和龙熙的形象 但是尝试过后发现还不如不写 所以 因为 你想我这个背景是古代背景 一个外星人出现了 你写的好那当然是井上添花 万一写不好就是大型车祸现场 我其实写的时候孤立重重 最后决定就用韩信的口述 侧面带播 所以这个东西改编的时候 我也在想 我好像给制作者 制作方留下了好多 呃 非常困难 要非常难以填补的空白 我没有想到他们能够这样完美的把它 用现在的高科技把它完美的呈现了 超出了我原来的设想 因为其实 虽然大家说我小说怎么怎么还可以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我想象里其实很有限 包括这个 这样一个大反派 我都没有敢把它的正面形象写出来 而作为一个影视剧 你绝对不可能 这个幕后的这个操纵者最有名的反派 最后从头到尾都不存现 很关系 身体有什么样 他也没写 是吧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影视剧呢 我相信影视剧有可能会呈现的 因为影视剧是在这很难避免 因为观众很好奇 这是观众最期待看到的 作为一个历史科幻 观众肯定是想要看到历史中的科幻 所以不可能不写 我很感谢制作方 把我当年留下的空白给补全了 好 谢谢陈老师 那那个我们看一段 就是没能到场的科幻作家给我们的VCR 然后我们请每一位嘉宾用一句话 来结束今天的那个对话 对不起 大家好 王靖康老师 我是王靖康 恭喜前立方的银河奖获奖作品 前一就要以影视的形式和大家见面 这本书我很早就看过 很喜欢 非常独特 他将韩信秦始皇等历史 与科幻融合起来 又毫无违和感 从形式上和内容上 都是一种创新 我和大家一起期待 在屏幕上看到 那个超越了时代的伟大美国 也希望大家共同参与 将科幻和通过独特的历史结合起来 大家好 我是宝树 天意这样一部很多科幻于期待已久的 基于中国历史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即将以影视的形式 和大家见面了 对此我感到非常地充分 首先呢 要恭喜我们作者前立方 前立方和我是朋友 但他也是我写作道路上的前辈和偶像 我是天意最早的读者和粉丝之一 也很关注他的创作 我认为要把中国的历史和科幻结合起来 是非常有难度 但是也是非常值得尝试的一个努力 我想他可能代表了中国科幻 除了三体之外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方向 所以这次天意的影视画 就具有了非常一般的重要的意义 在这里呢 我和很多热爱天意的朋友一起 非常期待这场视觉的盛宴 期待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 如何变成一个全新的波兰状况 这档起伏的精彩故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郝景峰 非常非常恭喜《偏意》影视剧上线 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 恭喜前立方姐姐 那么也希望这部影视剧 能够获得热烈的感想 让更多人爱上历史科幻 恭喜《偏意》影视剧上线 大家好 我是熊豪 很荣幸能够参演天意这部科幻IP 我在剧中饰演横杏 大家好 我是海琳 在天意当中扮演千巧方女巨家 大家好 我是李雨萱 在天意剧中饰演张良 大家好 我是孙芝妮 在剧中饰演天意 大家好 我是于继伟 在剧中饰演向女 大家好 我是田一彤 很高兴这次可以在天意中扮演于继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感 那么在天意这部剧集当中 我饰演的角色叫做肖河 大家好 我是陈景如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是刺客莫无 这样一部剧有代表性的科幻IP 因果被改编成电视剧 我觉得很值得大家期待 天意这部作品是中国科幻IP 竞争里的一个里程碑 具有非凡的意义 第一次拍摄科幻题材的作品 它和我之前脑海中的科幻题材有所不同 我在看到天意这部故事的时候 就惊讶于故事中的东方科幻的设定 楚汉英雄联盟对决外星来客的设定 也是力求将东方科幻的精髓传递出来 天意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超级英雄 那相较于国外我们看到的很多的英雄模式 我们东方的英雄可以说格级更大 弥补了人们对古代英雄或者是人物 与东方科幻世界的一个双重未知 将波兰壮库的楚汉战争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呈现给大家 那这部剧集不仅融入了科幻的元素 并且在这其中有更多深思的一些地方 通过楚汉英雄联盟与外星人对决 挑战帝数天命 打破了他们在大家心中固有的形象 我相信这样的故事改编成电视剧 会让大家有眼前一心的感觉 希望这部作品的大众化改编 能让我们正视自己 也能让中国科幻类型的影视化走向更成熟的阶段 希望通过我们的剧 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科幻IP 看到我们中国人自己定义诠释的东方英雄故事 好 谢谢 除了科幻众家还有演员的这个季语 不知道天一坐在这边 看到自己在上面的季语 有什么样的感觉还蛮奇妙的 蛮有意思 那接下来就想请各位老师 用一句话来寄语一下吧 对对对 好好好 我们从平台那边开始寄语是吧 可以可以 我的寄语 因为我们是播出平台嘛 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天一点几率可以破千万 我希望这次东方科幻的探索能给大家带来惊喜 谢谢 很棒 谢谢富老师 每一次创作里程都是温暖和百感交情 所以希望我们如理薄冰的探索能够给大家带来澄喜和欣慰 谢谢 谢谢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多多关注我们天一 我们演员在拍的时候也是很用心 包括制作主 也很谢谢大家 希望这部剧能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科幻 谢谢 谢谢 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个 今天大部分的共享这么一部扫书 另外非常感谢这个制作团队和平台 在这个科幻影视的开花上做出这个伟大的探索 谢谢富老师 希望这个剧和小说一样都能成为科幻影学和艺术的成呗 谢谢吴远老师 那我就做一下ending了 我的希望是就是天一它是一个小科幻IP改编的一种尝试的开始 钱立方老师还有一部小说叫天命 他写的就是我们家族的事 我姓鸡 对对对 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接下来还能看到更多的钱老师的手说被改编出来 然后特别希望能在荧幕上看到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一起在这里共同讨论IP的改编 最后一个小环节就是我们一起跟观众的合影 那我们是转过去是吧 我们一起 我们先合是吧 那我们站起来吗 那我们站起来吗 那我们站起来 先合一个 这个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就是S&H48跟我们科幻球家同框的真的同框 一起框 好 一二三 好 那我们转过来到这边吧 那个麻烦观众 游到现在也不容易啊 辛苦了 我们稍微把钱凑一凑 然后大家一起来合个影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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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站着 应该是站着的人 咱站中间吧 对 吴老师 就站点 然后 那个 麻烦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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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中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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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粉 那个 麻烦观众 我们那个 站起来一下吧 因为前面有个地方坐 大家站起来然后一起来合个影 你要不要往前站 离他近一点 站起来还是站起来 T-shirt也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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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整体往那边再挪一点点 整体往那边挪一点点 好好好 okok不要太靠边 对 然后剩下 对对对麻烦大家往前走一走吧 我们一起合影吧 就往前走一走 往前走一走 大家不要害羞了 麻烦大家往前走一走 我说一二三我们说天意好不好 就好像还是可以加茄子要的作用 好 那 一二三 天意 再来一次啊 一二三 天意 好 好 那就祝天意点接量破千亿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